注意看这个正在用火腿肠射箭的女主播 竟然是一位围棋职业棋手 然而观众们却很好奇 别的围棋主播身后都是满满的脚背 她身后却只有窗帘 觉得肯定是这位名叫湛英的女主播比较低调 于是纷纷跑去查询她的战绩 结果却被这2-16的战绩整无语了 全都跑到直播间刷起了慈善女棋王的狗 这下女主播的真爱粉们坐不住了 立刻站出来科普 你们知不知道这两胜的含金量啊 原来战英这两胜中的其中一场 赢的竟是前女子第一瑞老 21年的时候 战英的教练深知田记赛马的道 派出已经1-16的战英对战女子第一人瑞乃伟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双方熬战了整整7个小时 最终26岁的战英竟凭借其高超的体力 成功战胜了59岁的瑞老 这场比赛后来也被称为战英熬英 而她赢的另一场 则是赢的一位刚出道的15岁小姑娘 而这位小姑娘名叫于智莹 是现在的中国女子围棋第一人 所以你说她强吧 她总共就只赢过两场 但你说她菜吧 她赢的这两场又分别是前女子第一和现任女子第一 而且由于她赢的这两场都刚好避开了别人的巅峰期 因此她也被网友们戏称为时间刺客 不仅如此 网友们还扒出了围棋协会二年公布的职业棋手排名 总共362位活跃棋手 战英排名359位 这样的名词把小姐姐自己都给气笑了 于是为了缓解尴尬 她干脆拨起了植物大战僵尸